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鄧炳強稱示威已成顏色革命錯認 暗示維吻開始 江澤民去世 屠空國父留下一對難將 黎智英獲法院准聘英國御用大藏抗辯 李家超卻就此提請人大釋法 前律政司司長梁愛斯贊文質問 有人要求釋法 會變一條 有人認為梁愛斯在挑機李家超 都有人解讀為大家在互相邪貌味 最新新聞報導 梁愛斯的著名文章提為 支持終審法院在黎智英外的裁權 近日在法律界內部流傳 文章指基本法35條保障香港人享有秘密法律咨詢 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等權利 而港區國安法也列明要尊重及保障人權 包括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享有辯護權及其他訴訟權利 梁愛斯在文章質問有人說英國律師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不認識 都沒有經驗 但是香港大律師又有多少經驗 梁愛斯最後反問有人要求釋法 食辯一條 對此有人稱梁愛斯說得有道理 但是都有人表示忽然港人話別有詐 而一向被視為北京傳聲統的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周三讚文表示 黎智英案在中央眼中是香港所有國安案件的頭號大案 遙案中央高度重視 他指人大釋法表明中央的堅定態度 黎智英及其團伙必須被依法追究徹底清算 有評論指申請釋法相當於考員是自己錯 申請改標準答案改到自己100份為止 其他原本對的反而變了不合格 有網民表示釋法就是搬龍門 官司打不贏就改法適應大陸需要 法治精神只是講一下而已 請國律師都說要釋法讓人趕盡實絕 不怕有日他招軍提也相同嗎? 因為上月亞洲國際七人籃球賽韓國暫中 大會播錯國各事件 港府去信Google 要求將正確資訊在搜尋結果中置頂 週三早上立法會上 創科局副局長張萬利在會應遲事事 葉劉淑爾突然打斷創科局副局長張萬利發言 太過份了我覺得你 立法會上李世榮 詢問政府會否定其檢視網上搜尋引擎的搜尋結果 鄧炳強也表示 高分網際網絡搜尋香港與國歌事 結果前置未知出現一首與港獨有關的歌曲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萬利就表示 局方有持續進行搜尋器結果優化工作 以提升搜尋相關網頁事於演算法中的排名 不料新聞黨葉劉淑爾突然打斷張萬利的發言 指她回答湧場 阻礙其他議員提問時間 葉劉對張萬利說 太過份了我覺得你 葉劉之後繼續開火 批評局方搜尋器結果優化工作無用等等 對此有網民諷刺表示 其實你肯給回不淺Google 立即搞定 好心你們按規矩做事 又不肯出錢 但是又想人家置頂某樣東西 很簡單 立法全世界只可以用百刀 小紅書 抖音未得 用什麼搞到現在這麼麻煩 有網民就建議 香港政府拿公帑去Google行不行啊? 不夠budget未切醫療和長者津貼 我們市民一定義無反顧支持的 還有網民笑稱 洗鬼那麼勞氣嗎? 叫國安衝上去Google公司 拉人封鋪就行了 2019年11月11日三罷行動中 綽號紅仔餅的周柏軍 在西灣可備警員開槍擊中覆布 本月30日 他與同案另一男生 胡子健被裁定座差辦公等三罪罪 潘酬六年 很多網民欺憤勞軍 天離何災? 三年前 當時只有20歲的周柏軍 和19歲的中學同學 胡子健一同參加三罷行動 周柏軍在西灣可備交通警 近距離開槍射中覆布 事後他需撤除優勝及干業 他與胡子健同被指控企圖搶去警員配槍 兩人否認企圖搶劫 及佐差等三罪 案件30號是區域法院判刑 法官借審置為止 兩人以惡霸姿態上前欺負交通警 公然挑戰警方權力 又指周柏軍因搶去警槍而受傷 傷勢全部是救游自取 辯方指周柏軍槍傷後 有腸黏黏等候遺症 可能會導致生命危險 但是謝沈志偉批評其說法誇張失實 與醫生報告又出入 認為辯方誤到法庭 最後判周柏軍及胡子健入獄六年 很多網民問判留言路軍法官 黑警謀殺沒有被判刑 反而判過傷者坐牢 天理何災 斬人都沒有判那麼多 難怪變大都會啦 受害人竟然變成犯人 那就坐六年 真是顛倒黑白 年輕人蒙受太多怨惑 港共日後被天收 周周違約必有報應 白紙革命爆發後 中共當局每次沒有表態 直到29號 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 陳文青為事件定調 30號 保安局鄧炳強亦露面 稱示威已成為顏色革命初認 暗示會維穩 有評論人士提醒港人 要注意自身安全 因悼念11月24號 新疆烏魯木齊火災 而引發的白紙革命 在數日內就蔓延全國 但是中共方面 直到29號才做出回應 政法委書記陳文青強調 要堅決依法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活動 被認為是替白紙革命定了 與此同時 央視新聞都宣稱要堅決依法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活動 堅決依法打擊 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 設施設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近日香港中大、科大、港大等校園 及中環又華地都有姓緩白紙革命的集會 參與人士有在港讀書的內地學生 都有本地香港人 30號鄧炳強表示 留意到香港已出現災癡顏色革命的初映 大專院後就成為此類活動的基地 他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會因為是內地學生 或者做傳媒就可以相安無私 鄧炳強還表示 示威人士會有下一步行動 予推出抗爭手冊、創作主題曲、製造假新聞及抹黑執法人員 還會佔領街頭、丟汽油彈 甚至舉行大型暴動 因此必須要防範於未然 對於舉白指示威會不會觸犯《國安法》 鄧炳強指視乎情況 他強調很多人認為沒事 但是是在此刻意淡發事情 他警告不要被誤導 還指很多紙張寫著濫權、領導下台、獨裁、革命等字眼 有可能違反《國安法》 有評論人士提醒港人 聲援是好事、勇氣可嘉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為留得青山寨 打破沒有柴燒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因患白血病 合併多個內臟器官功能衰竭 在上海去世 中年96歲 推動他進入權力終生的 系八九六四事件 並且江澤民還出賣 帶偏國套給俄羅斯 中國的經濟奇蹟 始於1978年 中共前黨魁毛澤東 發動的文革結束後 經濟幾乎崩潰 時任中共領導人的鄧小平被迫啟動歷史性改革 允許更多的私營企業和對外資開放經濟 不過勤勞的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 讓借八九六四事件 暫想中共權力最高峰的江澤民 享盡經濟改革紅利 都給了他為所欲為的資本 特別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後 被中國帶來了貿易紅利 經濟多年處於良位數的增長 而在此期間 江澤民派系在悶聲發大賽 當中國金融興起之後 江澤民派系又紛紛進入金融業興風作浪 江澤民的孫江志成的博與資本 就是代表之一 涉足受嚴格控制的國資壟斷行業 並將這些資產轉化成利用豐厚的投資 他們在金融、能源、國內安全、電訊、媒體等 商業領域都扮演著核心角色 大陸股市在2015年發生的股災 被外界指是江澤民派系發動的一場金融政變 因為股災不是外部敵對勢力惹的禍 外資並沒有大規模進出中國的渠道 問題刻刻出現在內部 而國庫則成為江澤民派系的小金庫 1950年財政收入僅為62億元人民幣 1978年增加至1132億元 1999年全國財政收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 合合在1999年江澤民啟動增壓法輪功群體 據一位中共政府內部高級官員透露 用到法輪功的財政投入已經超過了一場戰爭的費用 據估算 江澤民集團發動對法輪功迫害的初期 曾經將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 直接或間接投入都鎮壓法輪功群體商 維持年年的鎮壓資金投入令國父空虛 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後 百姓創造的財富才被中共財政逐命 永遠… 我會支持 eventual奥被支持 吉利掌道 前子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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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